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今天小新来到了维满皇宫博物院的全新场馆 博物馆之眼艺术工 这是维满皇宫博物院为完善国家一级博物馆配套功能而建设的地公式建筑 展厅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展出了七彩华章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潮七七展 展出了乾隆潮七七精品共计86件 按制作工艺分四个单元 反映了乾隆潮七七制作工艺的丰富文化内涵 除此以外还有1920年代风尚于百年展览 在我身后的这个黑色造型呢 就是根据溥仪的眼镜而设计的 穿过这个眼镜我们看到的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代风尚 那在这个展览呢 选出了故宫博物院和维满皇宫博物院收藏的 与溥仪相关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用品文物真品 我们就继续看一看吧 展览以20世纪20年代的日常生活风尚为概念 精选了故宫博物院和维满皇宫博物院收藏的 与溥仪日常生活相关的119件文物真品 全方位鲜活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国人的衣食住行 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样态 连接了东西方经典与风尚 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服饰的搭配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 这就是宛容当时比较喜欢穿着的旗袍饰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服饰 就是可以感觉到宛容是一个当时很时髦的一个人物 那她当时的服饰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她 因为宛容我们知道她从小其实也是接受着西方教育的 所以她的思想也很西式 她也很追求西式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 所以从她的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她的服饰从最开始比较考究的满足传统服饰 历经了中西混合 最后是向比较简约轻便的现代风格来进行转变了 那宛容在当时也算是引领了当时的时尚 我们看到这一侧 这都是20世纪20年代 浦仪她比较喜欢穿着的服装饰样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款式也是非常的时髦 像现在的商场当中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款式 我们看到的这辆自行车 这就是当时北京故宫溥仪她购入宫中的自行车了 自行车它是在1897年的时候传入到中国的 那传入到中国之后 溥仪也非常喜欢骑自行车 她和宛容为了骑车方便 还砍掉了紫禁城内的很多的门槛的 她为了欣赏各国的自行车 当时就命人要把各国著名品牌的自行车全部都买回来 那其中就包括这一台英国三枪牌的自行车 了解完1920年代的时尚 我们来到了维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M家阅读空间 据讲解员王曼介绍 自2018年举办文博书架公益活动 2019年启动百管千册文博图书计划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201家单位赠出的1350万册图书 打造了一个极有特色极为丰富的中国博物馆知识库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电子化的一个录录 大家可以在这呢就展现出来的就是201家单位 他们的名字以及捐出的图书 我们比如说拿这个故宫博物院做个比方 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为我们捐出来的供武册图书 都是他们的一些丰富的学术链的成果 我们只要点开其中的这个封面里面呢就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进行一个小的呼吁 也希望呢我们的博物馆同行 还有一些科研院所以及机构 大家呢也可以向我们来捐赠我们宝贵的一些 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图书 让我们共同呢为这座城市 为博物馆行业 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